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冬奥2022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基础版的课程 我是主讲老师迪哥 这一讲呢我们来看第三个职能战略 就是生产运营战略 那么生产运营战略这块呢 我们总体上给出来了两颗星 这是因为考试这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他考试的频率并不是特别高 但事实上从理解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两星啊往上扶半星 为什么呢 因为这块内容很多的学员反应啊 不太好理解 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大家很少接触生产一线啊 所以对这里边的一些概念啊 会觉得特别的陌生 另外关于生产运营战略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今年这块内容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增加了很多内容 当然也有部分内容被删除掉了 改动大的地方 我们说是初题人啊 他容易关注的地方 所以生产运营战略这一块呢 我个人认为今年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会考到大家客观题啊 大家一定要重视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生产运营战略它的定义 它是指企业根据目标市场和产品特点 构造什么 其生产运营系统 大家抓住系统而字 就是我们在谈生产运营战略的时候呢 我们是从系统观这个视角来去考察 生产运营管理 那么去构造这个运营系统的时候 我们遵循的什么 指导思想 以及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 一系列的决策规划 内容和程序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生产运营战略 既然这儿谈到了系统二字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系统角度生产运营战略 它大概是做什么的 就像我们这张图上所展示的 一个生产过程 它就是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 它有它的输入 我们想想 一个制造型的企业 它输入的是什么呢 一些材料 那比方说像汽车制造企业 那么这个材料呢 可能就是一些零部件 对吧 人工 就是我们说工人 还有一些信息 比方说我掌握的一些 市场方面的数据啊 等等这些 以及客户 客户它可能给我一些 对于产品的一些要求啊 等等 那么有了这些输入 经过一个转换过程 就是我们这讲的这个生产过程 如果是汽车的话 那么有板金 是不是啊 还有涂装 装配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过程 那么最终 会有一个输出 像汽车工厂 我的输出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的整车 对吧 当然我们说 整个的这个生产运营 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 有型的产品 你像麦当劳 这样的服务型企业 或者说是美发厅啊 这样的服务型企业 那么他也有一个生产过程 只不过他的这个生产呢 他最终产生的并不是有型的产品 而是无型的服务 那么是不是我输出了以后 就结束了呢 并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你输出的这些产品和服务 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就会有反馈 那么这个反馈 可能是反馈到这个生产过程 比方说我这个产品呢 有质量问题 那这个反馈就要考虑一下 我是不是优化我的生产过程 也有可能你这个质量问题 它是由最初的输入产生的 比方说我这个汽车 我的零部件 本身就不好 这个输入的地方就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考虑一下 我怎么样去优化我的输入 对吧 那么这就是整个的生产运营系统 它大概的一个运作方式 那么这块内容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从考试角度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它有助于我们理解 后续的一些内容 好 那么我们要去构建 这么一个生产运营的系统 我们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这是我们生产运营战略 第一大块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就是生产运营战略 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因素 那么这些主要因素的内涵 是需要大家去理解的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通过一些小案例 主要是客观体来考察 你是否理解了这些概念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批量 他这讲到了说 生产运营流程 在所处理的投入和产出的批量上 是有所不同的 有些生产运营的流程 它是属于小批量的进行生产 你比方说 像一个服装品牌叫Zara 那么这个服装品牌呢 它是以时尚著成 叫买得起的时尚 那么我生产的产品的种类 其实牵涉到第二个这个概念 种类非常多 但是我的批量是非常小的 一次可能就生产几十件 顶多就是上百件这样的服装 那这种小批量多品种的 这么一种生产方式 而有一些企业 那它这个批量呢 可能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芯片 对吧 那么像英特尔这样的企业 它某一款芯片 它有可能是生产上亿个 对吧 那么我一次的这个批量 可能就非常的大 反正这个客户 是吧 他可能就是某一个 电脑的生产商 他需要从我这里订购 几百万枚芯片 那么我一次的批量 就可以非常大 没有必要 采用小批量生产的方式 我这个批量可能是上千上万 甚至几十万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儿就讲到了 较高的投入 或产出批量 就会使得运营流程 成为资本密集性的流程 那么这个观点呢 大家要去了解 我们刚才说了 什么样的是较高的投入 和产出批量 就像芯片制造 对吧 那么你想想 如果我去搞一个芯片工厂 没有几十个亿 基本上你是不要去考虑的 那么你几十个亿砸进去 当然它是一个资本密集性的流程 对吧 而像我们刚才说的 像Zara这样的企业 我做服装的 一次的批量呢 又非常的小 它往往就是劳动密集性的流程 我这个生产这个衣服啊 它往往也是手工来进行生产 虽然我们确实是有流水线 但总体的这个投入 和刚才我们说芯片的这么一个投入 那完全的是不可读 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服装的生产 它就属于劳动密集性 而不是我们这讲的资本密集性 好 那么这是批量的概念 第二 种类 刚才我们提到了 批量和种类啊 它们之间呢 是有一定关系的 种类指的是 企业提供的产品 或服务的范围 比方说 我生产的产品 是标准化的产品啊 还是个性化的产品 就像刚才说 像Zara这样的企业 我生产的呢 它往往是个性化的产品 服装嘛 是吧 大家最怕撞山了 所以你提供的这个品种越多 时尚性越好 那么就越容易受到顾客的青睐 而反过来 有些产品啊 像刚才我们说 芯片 那么它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 而我生产的这个产品的品种呢 是非常少的 当然除了芯片之外 你们说可口可乐 对吧 那么它生产的也是标准化的产品 就这么一个味道 它生产的品种很少 但是呢 往往这种标准化的产品 我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提供给顾客 对吧 薄利多销 这是种类 第三 就是需求的变动 当需求变动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生产运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产能利用率的问题 这个也很好理解 是吧 你比方说 我要建造一个工厂 我要考虑一下我的产能问题 我这个工厂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一天到底能生产多少辆汽车 我要考虑一下 好 假设我设定的我的这个产能 这个生产线 它一天能够生产500辆汽车 可问题是 这个需求变动比较大 有的时候这个需求量会跳到2000辆 有的时候呢 只有20辆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生产运营这块就比较痛苦了 是吧 那你这个需求量只有20辆的时候 我的产能是 比方说是500辆啊 对吧 那我大部分的产能就会闲置 但反过来 如果你的需求是2000辆 由于我产能是500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产能完全没有办法满足你这个需求 那是不是我要把这个产能再加大 加大到2000呢 可问题是 你这个需求变动很大 你有时候可能又掉到了20 对吧 那我这个生产能力的这个 利用率啊 那又会非常的低了 那怎么办 这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儿讲到的生产运营流程 应该尽量的预测需求变动 并相应的调整产量 但是这个预测呢 有的时候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好 接下来可见性 可见性 它是指生产运营流程为客户所见的这么一个程度 就你整个流程 顾客能够看见 还是说他完全被隐藏掉了 顾客根本看不到 那么生产运营流程的高可见性 需要员工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 和人际关系技巧 也就说如果这个生产运营流程 它能够被顾客所看见 那么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 你这个员工和顾客之间的这个交流就会比较多 反过来就会交流比较少 对吧 你比方说一个汽车制造工厂 到底这个汽车怎么生产出来的 我们最终的消费者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即便是生产项上的工人很木讷 不善交流也没关系 因为他压根就不会和顾客进行交流 对不对 但是我们想如果是医院呢 你医院的整个的服务的流程 我们说作为病人 他是参与其中的 对吧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去拿药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 你这个药房啊 大概上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然后这个医生对我进行诊断的时候 我们之间也有非常深度的一个焦虑 对吧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这讲的 生产运营流程 它是高可见的 那么显然这就要要求那些药房的人员 那些医生 他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人际关系技巧 如果搞不好 那么这个医患矛盾就非常的紧张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 哪个医院又出了什么事了 是吧 有的医生甚至是都被这个病人追着打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往往就是因为可能啊 你这些员工 你的这种沟通技巧和人际关系技巧 它没那么好啊 所导致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些概念呢 请大家结合我刚才例子的讲解啊 一定要把它理解透彻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期人啊 很有可能会怎么样考我们啊 这是过去五年 这块内容啊 别看就这么一点点啊 他考试的一个频率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五年考到两年 可见考试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初期人 他有可能怎么样考察我们 这是2019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他说制达公司啊 是一家计算机制造企业 为了减少库存 公司对生产过程实施订单管理 那看到订单二字让你想到什么呢 订单来自于哪里呢 生产部门依据销售部门提供的客户订购的产品数量 我来安排当期的生产 那么制达公司 他生产运营战略所涉及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A说种类 那么他这有没有说 我生产的这个产品种类多 还是种类少呢 没有提到 对吧 他只是说 我是一个计算机制造企业 但并没有说 你生产这个计算机 种类到底怎么样 所以A 他实际上是没有设计 来看一下B 批量 那么这儿有没有说 我生产的这个计算机 这一批的数量大 或者是一批的数量小 或者说他讲这个订单的时候 有没有说我这个订单 非常的大 或者非常的小 没有讲 没有讲 所以我们说这个B 这个选项呢 实际上也是没有设计的 接下来看一下C 需求变动 那有没有设计 当然设计了 是吧 我是对生产过程实施订单管理的 那么这个订单量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你可能要对这个生产啊 要加班加点 反过来这个订单如果不那么密集 相对而言量比较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生产过程啊 可能就可以排的松一点 我们可能比较多的是改进我们的生产过程 让我们的这个生产质量呢 有所提升等等啊 做这样的事情 总而言之就是 这所谓的根据销售部门提供的客户订购的产品数量 它本质上就是在讲的是需求 对吧 你这个订购的产品数量不就是顾客的需求 我根据这个的变动 来安排我当期的生产 那所以C这个选项呢 我们说是最靠谱的 对吧 来看一下D 可见性 可见性我们说这里边根本就没有涉及 所以D这个选项呢 可以很容易的给它排除掉 所以这道题目呢 就选C这个选项 需求的变动 那么要答对这个题目 我们说就得对前边的啊 这些主要因素它的内涵啊 要非常的清晰 并且能够找到 我们这个题目里边的关键词和它匹配起来 啊 那么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个题目给它答对 好 那么关于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生产运营战略啊 它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也就是基于我们前边所要考虑的因素啊 我们生产运营战略到底我是干什么的 那我们看教材它怎么讲 实际上 我们教材上对于生产运营战略的内容啊 它整个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 对吧 生产运营战略刚才我们说这个 输出是产品或者是服务 那么它的逻辑起点呢 其实就在于此 你输出的这个产品或服务 到底你这个企业想生产什么样的产品 或者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你总要做出一个选择吧 所以第一部分就是 企业它对于产品或服务的选择 好 当你确定了这块内容之后 那么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 你去生产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 你到底是自己做这件事呢 还是说有一部分的工作 你可以外包给别人去做呢 这就是牵扯的第二块 自制或者是外购的选择 好 那么确定了这块之后 假如我一部分自制 一部分外购 那么我自制的这个部分 到底 我生产和运营的方式 如何进行选择呢 对吧 好 那么你生产出来之后 你总要把它给送到顾客那里去 对吧 那么你生产过程中 你和上游之间 你还要考虑一下 这个原材料上游怎么送给我 那么就牵扯到我们最后这一块 就是供应链与配送网络的选择 那么这四块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逻辑啊 是还可以穿在一块 对不对 大家按照这个逻辑 把它整体上先梳理清楚 然后里边那些内容呢 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啊 我们也要了解 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产品和服务的选择 它指的是企业将以何种产品或者是服务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实现企业的发展 好 我去做产品和服务的选择的时候 我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这些大家要了解啊 因为这块内容呢 有可能它会出成多项选择题来考察我们 那我们要知道 我进行产品和服务的选择 包含哪些因素 第一个呢 就是市场条件外部 对吧 比方说 我这个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市场供需的总体情况 以及发展趋势等等这些 比方说 现在这个市场对你当前生产这个产品啊 已经不感冒了 那么你可能就要换种产品来进行生产了 对不对 比方说原来呢 我们这个市场啊 需要的是中等容量 的洗衣机 那我现在生产是可以 结果我发现这个市场条件发生变化了 这个发展趋势是大家喜欢大容量的洗衣机了 哎 那么我肯定要更换我的这个产品品种 对吧 哎 不再生产那种中等容量的 来去生产这种大容量的 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呢 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原来我这个企业我是生产啊 就是传统的那种手机啊不是智能手机啊啊 这样的这种产品的那么结果发现传统的手机已经到了产品生命周期的这个衰退期了 智能手机已经开始浮出台面了 那我肯定我也要去转换我这个产品的品种 对不对 来去生产这个智能手机 那那么第一块呢就是市场条件 外部的 当然除了看外部的 我们还要去看内部的啊 一些因素 那么内部的因素 首要的一点 当然就是你企业内部的生产运营的条件啊 对吧 我们讲生产运营 当然要考虑生产运营的条件 比方说企业的技术 设备水平等等这些 而我想去转产 我的技术支不支撑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你想去做智能手机 你现在的研发人员能不能搞出这个智能手机啊 这要打一个问号吧 是不是啊 好 那么除了生产运营条件 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财务条件 你想去考虑生产新产品 我们说要兵马前粮 对不对 那么这个钱财务这一块 比方说预期收益和风险程度等等 这些财务衡量指标 我转产 这风险有可能很大 万一失败了呢 我要看一下 如果我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在财务上支不支撑 有没有可能我的自己脸会断掉 对吧 那么这是财务条件 好 还有一点就是 企业各部门工作目标的差异性 每个部门大家思考的维度呢 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有的时候是互相打架的 你比方说 生产部门 往往我追求的是什么 要高效低耗的完成生产 那就完了 对吧 而营销部门 他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 他考虑的是什么 如何适应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倾向于新产品的不断推出 营销部门当然是这样的 顾客有这种新需求 我巴不得你生产部门 赶快给我生产出来 对吧 那么这样我好卖 但问题是生产部门 经常会作压花子 说是 哎呀 你们要新产品 但问题是 我们哪这么容易 给你搞新产品 对不对 人家这个公司考核 我考核的是 我的成本怎么样 我能不能高质量的 把它生产出来 而不是让我整天搞什么新产品 新产品 是吧 由于我们生产经验少 往往它这个质量并不是那么高 对吧 大家的思路有差异 那么如果这个差异很大 那么你在去转产的时候 去生产新产品的时候 很有可能遇到的阻力 就会比较大 那你要不要去做这个事呢 对吧 有点冒天下之大不为的 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 那么这四块内容 我们再帮大家梳理一下逻辑啊 你要都知道 它都是隶属于这个产品和服务的选择 需要考虑的因素啊 第一个就是外部的市场条件 另外的三条呢 都是内部的 内部的逻辑系列 生产运营条件 你去搞生产运营需要钱 那么就进行到财务条件 不仅如此 还需要各部门的配合 那么这要考虑到企业各部门 工作无标的差异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一块呢 给大家梳理清楚了 好 接下来 第二个选择 自制和外购的选择 那么这里边呢 有一些观点啊 大家需要去了解 企业自制战略呢 它有两种选择 一种呢 是完全自制 我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都在本厂完成 那么相对应的就是 我装配阶段自制 也就是说 采用自制加外购的 这么一种战略 部分的零部件外购 那么企业呢 我建一个总的装配厂 进行产品的组装 往往像汽车 飞机啊 这样比较大型的东西 比较复杂的东西 哎 它会采用后边这种方式 就是外购加自制的 这么一种战略 那就是我们下边这儿讲 对于产品工艺复杂 零部件繁多的生产企业 那些非关键的 不涉及核心计划 零部件 如果外购价格合理 市场供应稳定 那么企业呢 会考虑外购 或者以外包的方式 来实现供应 这样我们刚说 汽车的很多的零部件 像什么刹车闸呀 挡风玻璃呀 等等 这些东西 实际上 它并不是特别的关键 不涉及我的核心技术 那我就可以去外包 前提是 我能找得到相应的供应商 整个的这个供应很稳定 而且这个供应商呢 它给我的供货价格 是我可以接受的 不那么高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自制或者是外购的选择 第三就是生产与运营方式的 那个选择 好 我自制的那个部分 我自己来做的部分 我要考虑一下 我到底是大批量低成本的 进行生产呢 还是多品种小批量的 进行生产呢 那么大批量低成本 那么这种战略呢 适用于需求量大 差异性小的 这样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你比方说像 二十世纪初 福特汽车搞出的流水线 它生产的这个车啊 叫T型车 那个时候 大家只要有辆车开就行了 是不是啊 大家就很开心了 所以福特汽车的这种流水线呢 就满足了大家的需求 我确实可以实现低成本 一辆T型车的成本 它可以降到360美元 便宜 是吧 这T型车 大家长得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那车牌 所以满大街全都是T型车 是这么一个情况 像服务业里边 沃尔玛超市 那它提供的产品也是 需求量比较大 差异性比较小 我就可以大批量的进行采购 再搞N多个啊 这种物流中心 对吧 降低我的物流成本 实现了沃尔玛的所谓的叫 天天低价 都是大批量低成本的 这么一种运营方式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很多的人希望自己用的东西 要个性化一点 所以就有了下面这种方式叫 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 我们说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多样化 个性化的产品或者服务 那么就适合采用小批量的固活进行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最早出现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 它兼有大批量生产与单件小批量生产运营方式 的一种中间状态 那比方说像丰田 像惠普等等 这些企业呢 那么它就采用这种生产方式 我品种会更加的多 主要是为了满足顾客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批量呢 也比较小 但是我的成本呢 比这种单件小批量生产的方式呢 哎 我又低一些 大家基本上还能够接受 虽然我的成本比上面这种大批量低成本 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没高哪里去啊 所以顾客呢 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生产运营方式 当然我们说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 我们生产与运营方式还有其他的 不少种 那么教材没有特别提 我们这呢 也就不拓展进行讲解了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块内容啊 就是供链与配送网络的选择 那么前面还说的是企业内部的生产啊 我如何去选择 对吧 这个生产方式怎么样子的 那么这一块讲的就是外部了啊 我这个视野呢 要更宽广一点 来看一下上游啊 怎么样给我进行零部间的供应 以及我生产出来的产品 怎么样销售到顾客手里去 对吧 那么牵扯到供链与配送网络的选择 那么这块内容呢 我们教材讲了两大类供链 一个是高效供链 一个是敏捷供链 并且对这两类供链呢 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比较 那么就有可能会出多项选择题来考察我们 那我们要把这些维度下这个供链的表现啊 给它搞清楚 我们来看 首先来看一下 不同的供链 它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啊 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高效供链 它面对的市场环境是 品种少 产量高 可预见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和我们前面讲的这种 大批量低成本的 这么一种生产方式呢 来给它对应起来 就像前面的福特的T型车 它就是个样子呀 品种少 我当时福特就生产这么一款车型 产量还高 我当时生产了1500万辆 对吧 这产量够高了吧 而且我这个环境呢 是可预见的 当时的这个环境呢 我们说是很稳定的 你到底能够销售出多少 我心里边是大概有个数了 那我就可以按照我的销售量来进行生产 比较轻松 但是敏捷共链 它所面对的这个市场环境啊 我们打引号就是恶劣多了 是不是啊 因为它要生产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产量呢 又是非常低的 而且难以预见这个需求会怎么样 我们前面所说的Zara这样的企业 它面对的市场环境就这个样子 所以它要打造什么 敏捷供应链 我一年要生产几万种服装 而且每种服装生产的量又非常的小 对吧 几百件上千件这就算是多了 然后呢 到底顾客需求什么 又非常的难以预解 我不知道 对吧 哪种服装销量比较好 真的很难预测 那怎么样快速的比获 发现有一些产品是吧 卖的很好 我要多生产 有些产品卖的很差 要尽量的减少对它的生产 并且要快速的采用促销的方式把它给清掉 对吧 这个是我要去考虑的问题 所以两种供链它的目标差异是很大的 高效供链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降低实物成本 也就是说物流在各个阶段发生的成本 比方说 我这个T型车的生产线 上游的生产等等这些 我的生产成本怎么样给它降下来 运输成本怎么样降下来 大批量的运输 对吧 库存成本怎么样降下来 这些我需要考虑 我这些成本降下来 我最终产品的价格 我就可以降下来 采用这种成本领先债 但是敏捷供链 它就不是 它想降低的是什么呢 市场协调成本 也就是供需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 有可能 我会过量生产会导致积压 对吧 那你比方说Zara 我某款服装 本来市场只需要2000件 结果我生产了8000件 我最讨厌的是这种事情 还有就是 本来市场需要2万件 结果我只生产了3000件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说 你生产不足造成的机会成本 这两种 我是都很讨厌的 所以我就要快速的知道 顾客的需求是怎么样子的 并且基于此来进行生产 那么 Zara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它这个信息啊 并不是说 我们一层一层的向上进行汇报 而是我总部和各个门店 我是有直连的信息系统 你各个门店当天销售了什么 你当天就要汇报到我总部来 我总部是根据你实时的这个销量 来去调配我的生产计划的 那么这样呢 才能尽量的减少这种不协调 所造成的成本 所以他们适用的产品也是不一样 那么高效供链呢 它适用的是共性需求产品 比方说工业上的轴承啊 生活上的方便面啊 饮料啊等等这些 饮料 这个大家最熟悉了 比方说可口可乐 对吧 你需要喝 他需要喝 我也需要喝 对不对 这种 共性需求的产品 你高效就行 怎么样 成本低 咱怎么着来 那么敏捷供链 它适用的产品呢 是个性化的需求产品 服装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最怕的就是撞山嘛 这么说了 是不是 比方说工业上的专用设备 生活中的太阳镜等等这些 反正就是 它都是个性化 这个时候需要敏捷供链 对这个需求呢 进行快速的反应 好 那么关于这个比较呢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那么前面我们所说的这种 供应链与配送网络 实际上它有很多种形式 我们教材呢 对这些配送的形式 进行了一些总结 我们帮大家去梳理一下 那么请大家结合案例啊 要把它的内涵给搞清楚 很有可能 它会通过案例 来出选择题考察我们 对吧 然后选项里边就列一些 这种 配送网络的模式 让你选到底是哪个 要把它理解透彻 首先第一个 就是制造商存货加直送 什么意思啊 就是产品我不通过零售上 因为制造商有存货 并且我可以直送嘛 就是不通过零售上 从制造商直接发送到最终顾客 那么直送模式的好处是什么呢 能够将库存集中在制造商那里 以较低的库存成本 提供高水平的产品可获得性 那么对于那些高价值 低需求量 需求不可预测的这样的商品 那么直送的模式呢 效益最大 比方说戴耳电脑 实际上就这个样子 对吧 我生产的东西都在我这 你需要 好我直接给你 然后中间是没有这个领输商 当然 直送模式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运输成本比较高 因为我是直接从 这个制造商发货给你的 对吧 它没有批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运输成本呢 确实是比较高的 而且它响应顾客需求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 对吧 你顾客啊 这个发信息 要这个产品 是吧 我要给你送过来 我是从我这个制造商这里 可能是离你十万八千里 那我给你送过来 所以响应顾客需求的时间呢 它往往是有点长的 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制造商存货 直送加再图并货 和前面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多了个再图并货 他这儿讲到了 与纯粹的直送模式不同之处 就是将来自不同地点的订单 我可以给它组合起来 使得顾客只需接受一次交付就可以 它有这么一个组合的过程 其实总体上和前面是差不多的 你知道他加了这么一个再图并货 就可以了 好 第三就是分销商存货加乘运人交付 请注意 这儿就不是制造商存货了 而是怎么样 由分销商或零售商存放在中间仓库里面 比方说 像天猫 我就是一个 你可以认为是个分销商或者是个零售商 对吧 他就有他的仓库 天猫仓 天猫他在全国各地都有仓库 那么这个时候 我制造商的这个存货 就可以放在天猫桑里 那双十一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所拿到的这个最终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放在天猫仓里 那么 你发出了这个购物的需求之后 他就使用包裹成运人 我们知道和天猫合作的这些快递商还是蛮多的 比方说像中通 他就直接的从这个中间仓库里面 把这个 比方说像这个九阳豆浆机 是吧 送到最终顾客手里 事实上 在你下单之前 九阳豆浆机 他已经在天猫仓里了 对吧 所以他是分销商存货 并且加上成运人 进行交付 当然我们说 你让成运人去交付 有可能成运人 他的效率并不是那么高 也有可能这个成运人 他让你支付比较高的这种成运费 所以有些企业 他说干脆 我自己搞行不行 所以就有了下边这种 分销商存货加 到户交付 到户交付是指分销商 或零层商将产品交付到顾客家门 而不通过成运人 我自己搞这个物流 谁呢 比方说京东 我们知道京东 他的物流是自营的 刘强东 刘总手下 是有好几万名的 这个配送员的 我不找成运人 我自己来运 是吧 那么这样呢 有可能交货速度更快一些 整个的效率会更高 我们知道京东 他这个买东西 是不是 你上午在京东下了单 那么下午很有可能 有拿到你的东西了 那就是通过他自己 直接到户交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种情况 就是制造商或分销商存货 然后加上顾客自体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存货 是存放在制造商 或分销商的仓库里面的 这个放在哪里倒不是特别重要 反正有仓库就行 那顾客怎么办呢 我通过在线或电话来下订单 然后呢 到指定的提货点 就可以领取啊 我们的商品 比方说我们夏天买冰棍的时候 尤其是批发冰棍啊 往往就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对吧 像又康这样的 卖冰棍的这样的商家 他有很多的分销商 这些分销商呢 都是有仓库的 然后你可能也约好了 说哎呀我到某某仓库 是吧 然后去提20根冰棍 或者是几十根冰棍 然后呢 你就可以到这个提货点 去领你这个冰棍了 对吧 好 接下来最后一种 零售商存货 加顾客自体 那么这是最传统的方式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不是 我说库存放在哪里啊 就放在零售店里面 那么你顾客呢 你到零售店啊 你就可以买货了 是吧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也要注意啊 就是你可以通过在线 或者是电话来下订单啊 现在有一些零售商 他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允许你在线下订单 然后呢 你到我这个零售店来去提货 你比方说 有一些这个书店 就是这个样子 有可能他这个店里边 他现在没有某一本书 可是呢 你可以在在线下的订单 而说不定他过段时间就通知你了 所以我们这个到货了 那你到我们这个 哪哪哪哪个门店啊 你来拿一下你这本书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么这六种形式啊 请大家结合我刚才的讲解啊 一定要把它内涵 搞清楚啊 要会做有案例背景的选择题 好 那么关于这块我们就说这么多 我们前面讲的什么 生产运营战略的内容 你这么些内容 你最后想干嘛呢 那肯定是想打败你的竞争对手啊 是不是 所以呢 第三大块的谈的是什么 叫生产运营战略 它的竞争重力 就是你前面做了那么多事 你想在哪些方面和对方进行竞争呢 那么这儿谈到了影响竞争力 因素有哪些 主要是TQCF 那么他们的内涵呢 大家要了解一下 这个TQCF啊 实际上就是四个英文单词啊 它的这个首字母 第一个T是什么呢 就是交货器 交货器指的是 我要比竞争对手 更快捷的响应过的需求 体现在新产品的推出 交货器等等这些方面 那么这里边有一些观点性的内容呢 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那么它这儿的交货器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快速交货 另外一个是按约交货啊 它是两层意思啊 不只是一层意思 快速交货 它是指 向市场快速提供企业产品能力 那么这对于企业争取订单 意义重大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ZARA 就是典型的快速交货的例子 ZARA它最牛的时候 它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从我设计服装到这个服装上价 只需要一个星期七天 但一般的服装生产商 它从设计到商价 一般来说要需要两到三个月 那你就知道这个ZARA 它的时尚性有多好 对吧 很多人为什么会买ZARA的衣服啊 就是觉得ZARA的时尚性比较好 所以它打的口号也是叫买得起的时尚 而对于争取订单 确实意义重大 这是快速交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按约交货 按约交货 它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 按时交货的能力 那么这对于顾客满意度 它确实是有重要影响的 就他们最后实现的这个要点是不太一样 前面这个快速交货是争取订单 后边这个呢 是提升顾客满意度 那确实是个样子 是吧 你和别人约定了说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结果呢 你两个星期才交货 对方当然不满意了 是吧 你每次都按约交货 对方当然他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这也很好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质量 quality 就是这个Q 它是指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主要依靠顾客的满意度来进行体现 那么这里讲的这个质量 请注意是全面的质量 它不仅仅指的是产品本身最后的这个质量 也包括什么 生产过程的质量 你不能说我最后我这个产品质量好就行了 你生产过程到底怎么样也要考虑的 有些企业它是通过事后的检查 把那些残次品给它刨出去了 但事实上它的生产过程的质量有可能不高 有些企业它的产品生产出来可能只有70%的良品率 但为什么卖给你的这个产品好像你觉得它的质量还不错 是因为它把那些不合格的全挑出来 卖给你的确实都是合格的 那么这种呢 我们也不认为它的质量就非常的高 因为它的生产过程质量比较低 我们这儿讲的是全面的质量 你生产过程质量也得高才行 好 那么这儿呢 也牵扯了一些观点 我们要了解 它说企业一方面要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 建立适当的产品质量标准 设计市场消费者所期望的质量水平的产品 第二就是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质量 那么应该以产品质量零缺线为目标 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也是讲的一个是最终的产品 另外一个呢 是过程质量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 下面来看一下成本 成本我们说它包括了生产成本 制造成本 流通成本和实用成本这些 也是有一些观点 大家了解就行了 它说降低成本 对于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 增强生产运作 对市场应变能力 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 接下来它讲到了说 企业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的措施很多 比方说 优化产品设计与流程设计 降低单位产品的材料及能源的消耗 降低设备故障率 提高质量 缩短生产应做周期 提高产能利用率和减少库存等等这些 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指出的 就是这个提高质量 因为这个和有些学员的直觉是相反 我们在想的时候 你提高质量 不是会增加成本 这怎么说 它会降低成本 那为什么会降低成本 那就想一想 如果你前边这个生产过程质量 非常的低 就像我们这儿讲的 只有70%的这个产品是合格的 那么你30%的不和平 你要怎么办呢 你肯定要回炉再造 是不是 回炉再造 那么自然实际上是增加了你的成本 但假如你的生产过程质量非常好 你生产出来的产品本身就一个区限都没有 那自然就不需要再造了 是不是 反而有助于降低成本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产品质量好 那就没有什么 没有返回来的维修了 或者说这个维修成本会降低 也会让你企业的总成本会降低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提高质量一定会提升成本 我们这儿讲提高质量是可以去降低成本的 这个我们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其他的都是直接的能够降低成本的 你就不再多说了 好 再下面制造柔性 Flexibility 它是指企业面临市场机遇时 在组织和生产方面体现出来什么 快速而又低成本的适应市场需求 的这种能力 我们可以称之为 就是我们这个企业它的柔性比较强 制造柔性比较强 它反映了企业生产运作系统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能力 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了 我能不能以比较低的成本来响应这种变化 适应这种市场需求 而这个就体现了我的这种制造方面的柔性 你比方说 有一些汽车制造公司 我就采用的是什么 叫做柔性生产系统 像宝马汽车 我的这个生产线不仅仅可以生产跑车 我还可以生产SUV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是不是 你想想SUV那个车型那么大 跑车那么小 但是它是在同一条生产线里面生产出来的 那如果我具有这样的柔性生产线 我自然就可以以低成本来去适应市场需求 你现在市场需求 是这个SUV需要量多 然后跑车需要量少 好 那我这条生产线就多生产 生产点SUV少生产点 跑车就可以了 是吧 过段时间市场需求变了 需要跑车的人多了 需要SUV的人少了 我是生产线稍微的调整一下 我的生产节奏 对不对 然后我又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根本不需要再重新的 整个的这个生产组织要进行变化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柔性的例子 好 那么下面呢 有一些观点 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 他这讲到了 市场需求 呈现日益的个性化 多元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 成为与此需求特征相匹配的这样的方式 因此增强制造柔性 已经成为了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 确实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在增强 它的制造的柔性 那么这儿呢 他还讲了关键柔性包括什么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包括什么呢 产量的柔性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SUV和跑车 对吧 在同一条生产线 哪个生产多一点 哪个生产少一点 我可以快速的进行调控 那么就是产量的柔性 除了产量的柔性之外 还有像新产品开发 以及投产的柔性 还有产品组合的柔性等等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关于竞争的重点 我们就讲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生产运营战略里边最后一块内容 我们在前面讲生产运营战略 他所关注的这些因素里面 提到了一点就是需求的变动 那么这个需求的变动 和什么有关呢 和我们这儿讲的生产流程的计划 和产能计划 它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教材呢 重点探讨了产能这块 所以呢 我们对于产能呢 也给大家拆开来讲一下 什么叫做产能 它指的是企业在指定时间内 能够完成的最大工作量 比方说一个汽车生产企业 那么我在一天之内 我能够生产500辆汽车 那这就是我的产 开足马力也就能干这么多活了 好 那么对应的产能计划是什么 它是指企业所需的生产能力 以满足其产品不断变化的 需求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产能就和我们前面的需求 建立起了联系了 是不是 你这个产能和需求匹配起来才行 这就需要我们去做这种产能计划 好 那么这个产能计划 我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企业的产能 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差距 能不能够最小化 为什么我要最小化 因为你这个产能和客户需求的差距 会导致效率之下 所以我才希望这种差距呢 能够最小化 那么这些概念呢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产能计划的类型 那么这一块内容呢 它是有可能会出成选择题来考察 我们要把各种产能计划类型的内涵呢 让你给它搞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领先策略 领先策略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根据对需求增长的预期 来增加产能 那这是一个关键词 预期 啥意思 就是这个需求有没有真正的增长 没有 只是我感觉它会增长 未来才会增长 是不是 这时候我就已经增加产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策略它是一种进攻性的策略 那么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它可以将客户从企业的竞争者手中吸引过来 那你就可以吆喝了是不是 你看 我生产产品的产能已经有了 你只要需要我马上就给你生产 我的这个金融对手他可没有我这样的产能啊 是不是 你给他要他可没有办法帮你生产 那么有可能客户就过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是优势 但是我们说它的劣势也很明显 通常会产生过量的产 有可能你买来设备了 人家顾客不需要你生产这么多的产品 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 这就导致了你的产能闲置 你的企业成本呢就会上升 好 既然有领先策略 那么就有滞后策略 滞后策略意思是什么 仅当企业因需求增长而满负荷生产 或者超额生产后 我才增加产能 显然这种策略呢是比较保守的 对吧 比方说一个钢铁厂 我每天就只能练出来十吨钢 结果这个订单雪片一样的飞过来 今天要二十吨 对吧 到第二天明天三十吨了 等等这些是吧 那怎么办 你满负荷运作也没有办法满足顾客的需求 在各大段时间实在是扛不住了 是不是 好增加产能吧 再盖一座高炉去满足顾客的需求 对吧 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可以降低生产能力过剩的风险 不会说像前面这个领先策略 你产能设置好了 结果没需求 对吧 那么你这个高炉就从那儿闲置 我是看到这个需求已经明确的在那儿了 我再去增加我的产能 我这个产能啊 绝对不会闲逐 但是呢 它有问题 就是可能导致潜在客户流失 就刚才我们说那雪片来的这样的订单 是吧 结果发现一个月了 你还没办法给我生产 两个月了还没办法给我生产 算了算了 不找你买了 是不是 我去找另外一个钢铁厂 对吧 这个订单有可能会流失 第三种叫匹配策略 少量的增加产能 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它是比较稳健的 介于上面的领先和滞后策略之间的 好 那么这块呢 请大家接受我刚才的讲解 把它理解透彻就可以 产能计划这块 你说难吧 也不难啊 所以近些年来是没有考察过的 但是以前呢 是曾经考察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2016年的这道真题啊 出席人他会怎么样考察我们 那么他说 甲公司是一家高科技环保企业 其自主研发的智能呼吸窗 刚一推出市场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产品供不应求 企业呢 一直处于满负荷的生产状态 那么为了满足持续增长的订单要求 公司决定增加一条生产流水线 那么他采用的产能计划是什么呢 明显就是滞后策略 是吧 我已经看到需求在这儿了 这个订单呢 不停的过来 不停的过来 这个时候我才考虑增加一条生产流水线 滞后策略 对吧 他也不是匹配策略 也不是维持策略 也不是领先策略 那么这道题呢 就选A这个选项 你说难吧 当你理解了这个策略内涵之后 其实一点都不难 对吧 好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平衡产能和需求 我们希望把这个差距给它缩小 那么教材呢 给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法 那么这三种方法的内涵呢 大家要把它理解清楚 第一种方法叫做资源订单式生产 资源订单式生产 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产品 你比方说 我要定制一家私人飞机 我们知道这个私人飞机价值是非常高的 对吧 那你定制一家私人飞机 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飞机生产商 它是不是在你订单下之前 我就会采购源才到 显然不会 对吧 因为这个飞机的价值太高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定制的这架飞机 到底你引擎想用啥样了 是吧 你的内饰想用啥样 我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我们说资源订单生产 它是厂家先接受你的订单 你的定制要求给我 然后我再采购原材料 然后我去生产产品 或者是资 这叫做资源订单式生产 好 那么第二种生产方式呢 叫做订单生产式生产 你比方说 像一些定制礼品 它就是一种订单生产式生产 像我们这看到的一个项链 对吧 我们送给一个女孩子项链的时候呢 有可能我会在这个项链上 就是个牌上 刻上你的名字 比方说对方叫小方 那我希望把这个小方刻到这个银牌上 是不是 专门给你定制的这种比喻 那么对于厂商来说 它会怎么样呢 它往往先配置部分资源 比方说这个没有刻名字的这个牌 是吧 我是可以先背到那里 然后我接受了你顾客的订单 你说我要一个定制的项链 对吧 那么这顶上要写上小方 好 那么我就在这个牌上刻上这个小方 然后就把这个项链邮寄给你了 对吧 它是配置部分资源 然后接受订单 然后生产产品公司 好 那么第三种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库存生产是生产 它是怎么样呢 我并没有看到订单 这是我要怎么样 先采购原材料 然后生产 然后我才接受订单 往往是那些标准化的产品 我会采用这种库存生产是生产 比方说可口可乐 对吧 这需求到底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对吧 反正我就先把它生产出来 然后各个渠道 你们要货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发货 拿到订单 我就发货 对吧 那么叫库存生产是生产 那么这三种生产方式 请大家结合我刚才案例的讲解 一定要把它们区分清楚 有些学员啊 第一种和第二种 老是搞不清楚 我们这呢 提供一个帮大家区分的一个办法 你看 资源订单生产 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就是我要进行这种生产 需要大量的资源 需要大量的资源 显然我不能够先去采购原材料 对吧 因为你这些资源要消耗 这个生产厂家非常多的一个成本 人家承受不起 所以我们说资源订单是生产 它是先接受订单 然后再采购原材料 再进行生产 而订单生产人生产人 不需要那么多资源 所以我可以先配备部分资源 然后再去接受订单 那么二者这么样区分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关于这块我们就讲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讲这块内容呢 过去五年考试的情况 平衡产能和需求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五年其实都没有考过 那么可见也不是多难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2016年一道单项选择题 来看一下出题人是怎么样考察我们 那么这道题目呢 我们可以看到 题杆比较长 我们先来看最后一句话 他这讲到说 瑞翔公司采用的平衡产能 与需求的方法是什么 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题杆 瑞翔公司啊 是一家啤酒制造和销售企 2016年年初 公司管理层预计 该年夏天温度较高 加上该年属于奥运会年 啤酒的销售将比上年有较大的增长 因此瑞翔公司决定 加大公司上半年的产量 来应对 注意啊 是未来需求的增长 那么瑞翔公司采用的平衡产能 和需求的方法是什么 到底是库存生产是生产呢 还是资源订单是生产呢 还是准时生产是生产呢 还是订单生产是生产 首先可以把C这个选项拍出掉 准时生产是生产 不属于平衡产能和需求的方法 对吧 就剩下A B和D这三个选项 好 那么我是接受了订单 然后再进行生产吗 显然不是 对吧 这样说的很明确 我只是预计 啤酒的销量会有较大增长 我根本就没看到这个订单 所以它既不是资源订单生产 也不是订单生产是生产 而是库存生产是生产 我没看到订单 我直接的就购买一件材料 然后这个就生产了 是不是 那可能后边这个订单才会过来 好 那么这个题目呢就选A这个选项 你说难吗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生产方式 它的内涵了之后 那么你和这个案例一匹配 这个选项呢就很自然的出来 好 那么关于这道题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那么多 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生产运营战略啊 就给大家介绍好了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这块内容的变化比较大 我们前边所讲的内容呢 希望我们各位学员呢 都要认认真真的进行掌握 那么这一讲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